大家好,我是锦鱼 昨天客栈老板带我们看了千年大榕树 然后就在客栈聊天喝茶晒太阳 到云南,喝茶晒太阳是必修客 今天不能再窝在客栈了 安排了三个地方 歹竹古镇,孔雀湖和蒙巴纳西真起源 先说歹竹古镇 但它真心不能叫古镇 全是新修的 顶多叫歹竹建筑 不过我们的想法是来都来了 逛逛看看也无妨 听说这里晚上更漂亮更好玩 但晚上人也多 我们不喜欢人多 这样亲近的逛逛也不错 所以也不想等到晚上了 孔雀湖是盲室的饮用水的水源地 也是当地市民休闲散步的地方 水很绿,风景不错,但不大 时间充裕可以来逛逛 时间紧张就没必要专门跑一趟 蒙巴纳西真起源有很多珍宝 珍稀的植物 翡翠原石 珍贵的木材 还有这种神奇的树花玉 都让人叹为观止 三角梅是盲室的试花 这里的三角梅品种多 树林长 每棵都是精品 这里也是孔雀养殖基地 几十只孔雀轮番开平 小时候也见过孔雀开平 但没见过这么多孔雀 追着孔雀拍了好多视频 孔雀也很给力 不停地开平 还有两只一起开的 好像在斗燕 十分有趣 漂亮极了 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留点精力 明天继续逛盲室 我是锦雀 明天见